请帮我订阅 按赞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嘿大家好我老扒啦 今天来教大家老扒式不专业绑线法 我们今天的材料有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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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准备的东西 那我们来开始绑线吧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披线 我们现在来绑肝头结 那线的部分呢先把它对折 通常我会留比较长 因为我的手比较笨 所以我就会留比较长 那就先 打一个结 但是不要穿进去哦 我会再多 转一圈 转第二圈之后呢 这个结 穿过去 这个大圈圈 稍微往后拉一点 稍微拉紧 稍微拉紧 这样就可以啦 然后接下来就出 我们挡痘就要出场了 因为这个披线是1号的 所以我这个挡痘是选0.4到2号 就是1号也可以用 那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颜色把它套上去 这个铁丝圈里面 我选了黄色 把它套上去这个铁丝圈里面 穿过去之后 它就变这样子 拉住挡痘 然后 抽开来 拉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干头解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就要拿出你的 竿子 抽出一截就可以了 先抽出一截 然后 干头套上去 挡痘 挡痘拉过来 然后 再来调整你要的长度 那我这支干子呢 是5尺跟6尺的 5尺 5尺 不是那个5尺啦 是5尺的干子 哦好 越解释越模糊 那老婆呢今天 只想要绑4尺半 因为我个人呢 不喜欢线太长 但也不要太短 所以我就是 不长不短 给它绑个4尺半 那我就会把干子拉到5尺 拉到5尺 那看 如果你要绑5尺的话 就把线拉到干子尾巴这里 那因为我今天要绑4尺半 所以我可能只倒一半而已 但是我会预留多一点点 因为我要绑截也要用的 所以我会预留一些字线 剪掉 剪掉干子就可以收起来了 拆的时候把挡豆拉开 它就回复一个圈圈 就把它抽起来就可以了 那因为老婆最近都在玩长雕 所以我想要绑 老婆今天绑的线组是 鸡肠座的线组 啊!我的长标 嘿! 啊!在这里 各位钓友可以照上面的方式下去绑 那老婆是用自己不专业的绑法下去绑 所以今天就是照老婆式绑法下去教学 我孩子的习惯是会 在凉水深的时候 给线组一个吃水线 那因为我今天这个线是绿色的 所以我会给它一个比较显眼的颜色 给它一个橘色 一样穿过去 把这颗橘色挡豆拉出来 它是吃水线 所以我把它稍微拉长一点 搭到比较上面的位置 所以它是吃水线豆 嗯!它是吃水线豆 嗯!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鸡肠座 那我先给各位看我绑 预设绑起来的样子会呈现怎么样 先给大家看 这个 会在这里 这个 会在它的底下 然后 再一个橘色 然后这一个 大家要仔细看喔 这个上面有写 上面是定位洞 然后这是标角洞 嗯! 所以这上面洞会比较大 这个就跟一般太空洞一样 然后这个的话 会在这下面 这下面的话 会再加一个 定位洞 保镖套先上去 这个 不要穿错边喔 大的 大的洞要先进去 然后再来是 这个 定位洞 进去 进去 所以定位洞跟一般的挡洞 洞的大小不一样 嗯!不一样 这个比较大 这比较大喔 对 难怪刚刚看你可以直接穿过去 对阿 所以这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用铁丝固定 这个没有 这是洞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要穿那个 标角 所以洞会比较大 第一颗定位洞上去之后 再上第二颗定位洞 是第二颗 第二颗上去之后 就像刚刚我讲的 这样 然后再来是标角洞 标角洞 看你喜欢什么颜色 那既然它都橘色 那就橘色到底吧 好 橘色到底吧 一样 找到橘色的标角洞 然后把你的线 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呢 它会变这样子 把标角洞 拉过来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定位洞 定位洞穿过这个线 铁丝一样穿过去 把你要的兜兜拉出来 我的鸡肠座就这样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测试一下 把你的常用的长标 穿进去 穿进去之后呢 这个定位洞 再穿进去 穿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你的标角 因为如果太大力 还是怕那个 标角会 有可能会有断掉的洞 所以穿的时候还是要很注意 注意力道是不是 注意力道 那可以抹油吗 抹油可能就太Blue了 可以沾一点点水 让它比较好推 但是沾太四 就会 有时候会推不上去 那可以用口水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 好 我们推进去了 好 我们再把那个 这个 再往上推一点 定位洞再稍微往上推一点 线 我们现在稍微整线一下 这边稍微整线一下 这还是有点凸出来 我们再拉一下 稍微往上面推一点点 然后第二颗定位洞 就可以上去了 那这颗要推到哪里 这颗我会习惯推到标角中间的位置 那它更加固定 对 哪怕是否是我的口水 没关系 好 好 我被拒绝了 哪怕都拒绝我 再整一下線 再稍微往上推一點 通常都是彪角中間的位置 那最後一顆是彪角鬥 穿進去 不用穿透 什麼叫做穿透 這個叫做穿透 不要 我們不要這樣子 我們要保護他的長標的角 所以我會稍微推大概一半就可以了 然後定位豆上去 這樣子 不用太緊 太緊的話你的線有可能會變這樣子 所以我不會太緊 讓他有碰到彼此就好了 輕到彼此就好了 然後 這樣子 我們最後再稍微整一下線 稍微 拉一下就好了 不用拉太緊 這樣子 讓線 一直線 不要上面這一端 跑在這裡 下面這邊 不要 我們讓他平順的 然後 接下來我們尾巴的部分 我們要綁這個 快速疊增 我今天是挑SS號的 這個頭 穿過去 穿過去 穿過去之後呢 老婆的習慣是 會再給他一圈 所以我們繞回去 所以我們繞回去 再給他一個圈 這樣 拉長一點 沒關係 因為你等一下要綁一些手 比較好打 那個結比較好 然後手指 放進來 打結的話 我會先 讓線 兩條線交叉 之後 捏著交叉點 開始轉 我通常會轉到六圈 一圈 兩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六圈 然後打到六圈之後呢 這個尾巴 穿過來 打結 稍微用一點點力 打結 它會有點往上跑 我們把線理下來 順下來 順到這個 別增上面 重複的動作 我會再一次 因為我會希望讓它更固定 一圈 兩圈 兩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六圈 六圈 好 一樣有尾巴 一樣的動作 再穿過來 拉 拉 再拉 再拉 那因為線 可能會有點跑到這邊來 那 一樣 捏著 把它往下推一點 它就會變成這樣 它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 為求保險 我會在上面打一個死結 一個活結先上去 拉 稍微拉緊一點 然後 再打一個結 真的是結上加結 沒錯 再拉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完成了 然後你可以把多一個線剪掉 但 老牠喜歡是 我會還是先把這個 線留著 預防你哪一天收線的時候 發現它好像真的鬆了 還是有什麼狀況 我們可以再讓它再打一個死結 所以我會留一條字線在這邊 那如果不喜歡的話 就一樣可以把它剪掉 那我們的線 雞腸線組就這樣 雞腸做線組就完成了 這樣 然後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什麼叫做 擋豆 用擋豆吃水餡 那 我的吃水餡在這邊 那我們在量水深的時候 因為老牠玩天平 那你水深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以這一顆 豆子 做為水平面的位置 就譬如說 這是水平面 你的豆子在這邊 就等於你的 吃水餡的位置 那間釣場吃水餡的位置 那我們就可以 以這條 當作標準 去調你 浮標的吃水餡 對 看你是要調美還是掉脫 看你有 浮標脫會有個吃水餡 那你就可以做調整 然後或者是說 當你 覺得你羊肝太大力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浮標好像跑掉了 你就可以以這條擋豆 吃水餡當為標準 重新去調整你的浮標 才不會說 我每次量 都要量好幾次 都不知道 水深有沒有跑掉 那我們就是用這顆 當為標準 就才不會說 每次量水深都要量好多次 好 好啦 這就是老爬榜的 機場做線組 那下次我們再去 吊槍牆 配種做吊吧 掰掰 掰掰 好 好